蓝忘机,我送你东西不好吗? 魏无羡,没有不好,只是你对我太好了。 蓝忘机,走吧。 到了家以后,魏无羡就迫不及待地去二楼的房间换衣服,这是蓝忘机送给他的。 每次蓝忘机一拿东西给他,魏无羡都会兴奋地拆开来看。 二楼的魏无羡穿上蓝忘机送的衣服站在全身镜前,布料柔软,穿起来很舒服。 魏无羡看这衣服的款式,应该又是蓝忘机定制的,估计这件3W以上有。 魏无羡就穿着这件衣服到了楼下,第一件事就是问蓝忘机好不好看。 蓝忘机走到魏无羡面前,摸了摸他的头道,很好看。 魏无羡开心地蹦蹦跳,魏无羡抬头问道,那你说说,是人好看还是我好看? 蓝忘机,你最好看。 魏无羡脸颊微红,害羞地不敢看蓝忘机。 蓝站人真的太好了,谁嫁给他,谁就幸福,蓝忘机见小孩一直在扭来扭去,便伸出手,按住人的肩膀道,别动了。 魏无羡,你每次都这样说,天晓得是不是真心的? 魏无羡指的是,蓝忘机说他是最好看的事,每次魏无羡都会问,他跟什么东西哪个好看? 魏无羡最好看。蓝忘机轻点一下他的额头道,你觉得呢? 魏无羡,哼,那我猜,不是真心的。 我觉得,可以陪蓝站好好玩了。 说完绕过蓝忘机,蓝忘机知道,小孩在跟他玩。 于是一把捞起小孩,抱住他的细腰,魏无羡先是针扎了一下,蓝忘机把人抱在自己怀里。 他说,你怎知我不是真心的? 魏无羡双手抱住他的脖梗,却不正面看人,我就是知道。 你看上去就是经常说别人好看的老男人。 蓝忘机捏了一下他的腰道,什么老男人? 魏无羡,你难道不老吗? 表面不老,年龄老的男人。 蓝忘机,对于魏无羡来说,蓝忘机真的是老男人,你老男人大了小孩十四岁。 十四岁的差距,蓝忘机比他多活了十四年。 魏公羊 魏无羡拍了拍他的肩膀道,放我下来,蓝忘机把他放了。 谁知,小孩又开始在演戏了。 魏无羡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,魏无羡哼记鸡道,老男人。 蓝忘机道,怎么了? 魏无羡挤挤挤滴泪水道,我被你又摸又抱的,你还经常送我的东西,这根本就是包养了。 蓝忘机,我们说过要养你。 魏无羡,可你你一直给我东西,加上你这么有钱。 蓝忘机歪着头道,有钱,不代表包养你。 魏无羡听后,戏演得更狂了,魏无羡牵住脸颊,带着哭腔道, 呜呜,你愿意养我,你还这么对我,这根本就是渣男的行为,呜呜,你好过分,太过分了,欺骗我的感情。 蓝忘机,蓝忘机看着小孩是玩脱了,但觉得自己不配合小孩,感觉怪怪的。 看来魏无羡注定是要跟蓝忘机演到底了,蓝忘机做了决定,他要陪着小孩玩。 蓝忘机,魏英,我错了,别哭了。 蓝忘机把人拉到怀里,拍了拍人的背道,我真的错了,别哭了,我没有骗你的感情。 魏无羡抖了抖肩膀,他一直在憋笑,魏无羡抬头看着蓝忘机,蓝忘机低头看着魏无羡,此时的魏无羡脸已经很红了,眼尾也很红,眼角的泪谁也是憋笑道,憋出泪的。 可蓝忘机不知道他是在笑,反倒认为,小孩真的哭了。 蓝忘机有些慌了,他以为自己真的把弄哭了,蓝忘机手托是他的下巴,问道,真哭了。 魏无羡不说话,只是眨了眨眼,眼泪掉了下来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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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蓝忘机手抚上他的脸颊,拇指腹擦去魏无羡眼角的泪,蓝忘机哄道,魏英别哭了,我答应你, 我会一辈子养你,此生我只有你。 魏无羡带着哭腔道,你真的别再骗我了,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 蓝忘机,那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? 魏无羡,那你亲我一口。 蓝忘机一愣,耳垂瞬间红了,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 哈哈哈哈哈哈,蓝湛你太好玩,你难道都没看得出来? 我是在演戏,哈哈哈哈哈哈,蓝湛你好可爱,耳朵都红了。 蓝忘机,魏无羡,哈哈哈哈哈哈,啊,蓝忘机推到了魏无羡,七身压上去。 因为魏无羡身后正好是沙发,魏无羡是整个人倒在沙发上,魏无羡见蓝忘机越来越靠近,伸出双手,抵着蓝忘机胸膛。 魏无羡后怕地说道,蓝湛,我错了,你原谅我吗,下次我不会这样了。 蓝忘机眼眸暗了下来,就一直看着魏无羡不说话。 魏无羡见状开始服软了,湛哥哥我错了,别生气嘛我真的知道错了。 蓝忘机,错哪里? 魏无羡,我不该惹你生气的,我不该装哭。 蓝忘机,我没有生气。 魏无羡,可你这样子感觉就是生气。 蓝忘机,真没生气。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宽肩把自己压在身下,感觉自己很弱小,魏无羡戳了戳他的胸膛道。 那,湛哥哥,你能起来吗?我腰疼。 蓝忘机,那你亲我。 魏无羡盯着蓝忘机的薄唇道,要亲什么地方? 蓝忘机看着身下的漂亮小孩,眼睛不眨地一直盯着一个地方。 蓝忘机性感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,随你。 哦。 魏无羡抬头在蓝忘机脸上亲了一口。 魏无羡很明显看到蓝忘机胳膊的青筋,魏无羡看到后,更加感到害怕了。 魏无羡,蓝湛,我真的错了。 你,你别生气。 蓝忘机起身,牵起魏无羡的手,一手扶人的腰,让魏无羡能够站稳。 蓝忘机沉着脸色道,魏英,浴室借我。 魏无羡点头。 蓝忘机不说话,静止走向浴室。 魏无羡认为蓝忘机真的生气了,上前拉住他的胳膊道。 蓝湛,我真的错了。 你别生气,我。 温柔地摸了摸魏无羡的头道,真没生气,你等我出来。 魏无羡点点头,乖乖坐在沙发上等蓝忘机。 三十分钟后,魏无羡看着浴室门口,心里越发不安。 他怕蓝忘机出来以后真的在生他的气,然后从此不会再过了。 魏无羡抱着兔子不偶一直往坏的方向想。 想得越坏,他越来越想哭,他把头埋在了兔子不偶头上,不自觉地颤抖。 他可不想再一个人了,好不容易有人愿意陪他。 经常过了找他,魏无羡也不要求什么,就是希望蓝忘机陪他而已。 蓝忘机从浴室里出来后,只看到小孩蜷缩在沙发埋着头,蓝忘机很疑惑。 这小孩该不会又要演戏了,蓝忘机走了过去,蹲在魏无羡身前问道。 怎么了?魏无羡抬眼,眼眶泛红又泛泪,魏无羡抿了敏唇,轻轻拉了拉蓝忘机衣袖道。 蓝湛,你别生气,我明我真的知道错了。